習近平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 說境外疫情持續步伐增長 外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 要嚴防疫情反彈 習近平又說 中國在短時間壓制了疫情蔓延 成績得來不易 但亦都說疫情暴露出 中國在重大防疫機制上有不足 會加快構建關鍵核心技術 完善公共衛生體系 提高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